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,中秋节。 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人数之的节日之一, 更承载着无数人对家的思念与团圆的期盼。 中秋顾名思义是秋季之中的一个满月之夜, 因此也被称为月息或团圆节。 这一天,无论人们身处何方, 都会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那段早节的明月, 心中涌动着对家的深深眷恋。 道德井里有这样一句话, 天地相合,已将甘露,明末之令而自君。 这句话可以誉为中秋之夜的团圆是天地相合, 自然和谐的结果。 就像甘露,自然万无一样, 家庭的团聚也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与幸福。 这种幸福是自然而然的, 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强制或命令。 中秋这一天,我们一起拜月,赏月,追月, 一起猜灯笔,扎灯笼,品月饼。 我们聊起嫦娥奔月,也会想起玉兔祷药。 一位伟大的诗人在这一天写下, 但愿人长久,千利共长捐。 愿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能找到归途, 与其人共上那轮明亮的圆月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